而美食节目舌尖上的中国在大陆火红 这节目推荐过的美食现在出现在台湾了 有饭店推出了超过了百年历史的一些名店小吃 而且还说这当中有一些其实很吸引人的食物的故事 例如我们看到了这一种面叫做竹生面 那么其实是用竹子压出来的面条 光是它的制作过程就让人大开眼界 来了 64岁的香港师傅整个人坐在竹竿上不断来回跳动 用全身的力量压平黄沉沉的面团 使劲跳把胶筋压进面里 这是香港的昆记竹生面 制作过程30分钟起跳 面条口感弹又Q 而且还被大陆节目舌尖上的中国介绍过 舌尖上中国特别介绍竹生面绝活 其实是广西店师傅 和这次来台示范的香港店师傅一样 做法都是来回弹跳压面 因为两家店的老板是亲兄弟 一起传承老味道 米都到了 它的弹性就好了 这是我的竹子的作用 这个是蛇肉 这个是老母鸡的鸡翅肉 另外一家在香港开了128年的蛇根店 蛇王芬 师傅也特地示范做法 蛇骨汤熬煮12小时 再放进蛇肉一同煤煮 道地香港滋味在台湾尝得到 吃到有传承百年的一个历史 跟它的故事性 应该将自己至少有两成以上的成长 饭店业者改请美食节目评选 或百年老店师傅来台 像知名烧辣也得腌12小时 再风干8小时 脾脆又入味 求新求变 不再局限米其林心急光芒 改用当地经典小吃 或故事性强的美食 吸引消费者上门 TVB新闻杨清波 许富杰古亭 SNG小组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